德国南部和法国部分地区遭遇了暴风雪 导致交通瘫痪,上外人受到影响 由于积雪量剧增 法国政府发布了长色暴雪预警 而在德国最大的法兰克福机场 则是有不少的航班被取消或者是延误 在法国东部和东南部迎来暴雪 在短短的24小时内积雪高达30到60公分 在法国和意大利边界的关卡 由于路面湿滑,汽车只能慢速前行 关卡排起了长长的车龙 据报道,有15000名被迫在临时避难所过夜 在这同时,法国内政部提供了83个帐篷 让滞留车龙的驾车人士休息 并且协助舒缓交通堵塞的情况 而在德国南部的巴弗利亚山区 许多前往当地滑雪度假胜地的游客 也因为暴雪而滞留车龙长达好几个小时 一些道路也因为降雪而关闭 而德国气象局指出 降雪量会在几天之后好转 麻烦好几天之后 比较吸制